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本周加州政府又出台了新的奖励措施 鼓励大家打疫苗 州政府和六旗魔术山冒险乐园合作 在指定地点接种疫苗 就可以获得六旗魔术山冒险乐园的门票 送完即止 根据州长办公室的声明显示 这项Vax for the Win计划的最新激励措施 于6月16日起 向在社区诊所至少接受一剂疫苗的居民 分发5万张价值450万美元的 六旗主题公园的免费门票 同时本周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宣布 推出打疫苗迎旅行的奖励活动 以及帮助旅游业复苏的计划 加州任何18岁以上至少部分接种了一剂疫苗的人 都将有机会参与旅游套餐抽奖 抽奖的时间为7月1日 获奖者将有机会参观加州知名旅游城市 比如安纳衡、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以及宗里全等等 套餐包括酒店、吃喝和娱乐的费用 此外获奖者还将额外获得2000美元 以支付旅行其他花销 州长纽森提议拨款9500万美元 来帮助复苏加州的旅游经济 在疫情流行期间 加州的酒店和旅游业近12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一半 而在州长投资的支持之下 预计一年内可以恢复超过30万个工作岗位 本周极端高温天气从加州东南部延伸到了 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一直至新墨西哥州 国家气象局现在已经发布高温预警 接下来几天南加州无论是城市中心 还是周边山区、山谷地带 都将迎来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 电力公司呼吁大家节约用电 以免电力供应不足被迫停电 负责运营加州大部分电网的 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California ISO表示 为了避免电力中断和轮流停电 已经发布了本周四晚上6月17日 5点至10点的全州范围内的节电警报 节电警报呼吁居民在电力需求 可能超过供应时自觉节约能源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电力需求较高的高温期 ISO建议将恒温器设置到78华氏度或者更高 避免使用大型电器 关闭不必要的灯使用风扇为家里降温 拔掉被使用的电器的插头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发布了最新的移民政策 宣布正式恢复加急服务 同时有多项严苛的移民条款得到改善 2018年美国的移民局规定 如果一个人在拿到绿卡之前就提前享受了美国的福利 比如医疗、现金补助等等 那么他在申请绿卡的时候将会被拒绝 现在新的规定出来了 在取得绿卡前享受了美国福利的申请者 在申请绿卡的时候 只要提交补充说明 解释当时为何享用了福利 即可以申请绿卡 如果申请材料中忘记提及 也可以在后续补件中提交补充说明 除此之外 新规规定 移民官不能直接拒绝申请 2018年美国移民局规定 如果申请人在第一次提交申请时 缺少必要的材料 或者说材料不足以充分证明其申请的资格 移民官可以在不发放RFE补材料 或者是NOID GPE项通知的情况下 直接拒绝申请人的申请 现在这项规定被拜登政府拒绝 新政策要求移民官在审理申请的时候 对于可能通过提交更多文件 达成资质证明的申请 应该首先发放补材料通知 或者是GPE项通知 不能够直接拒绝申请 另外新规延长了工作许可 更新后的政策指南 将公卡的有效期从一年增加到了两年 拜登当选之后 已经按照他选前的承诺 推翻了不少川普之前的移民政策 改善了整个移民环境 加州州议会周一的时候 批准了一项1亿美元的计划 用以支持加州的大麻产业 原因是合法大麻在与非法大麻的竞争当中处于劣势 而另一方面 非法大麻产业在疫情期间赚得盆满钵满 许多大麻种植者、零售商和制造商 一直在努力从临时许可证 过渡到每年更新的永久许可证 这一过程需要对大麻所涉及的负面环境影响 进行昂贵、复杂和耗时的审查 而非法大麻经营者随便租个房子 甚至是买下一栋房子 在民房内采取偷电的方式 大量种植大麻 不到一个月即可回本 即使是花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美元买房子 也就是一年左右即可回本 因此加州的非法大麻产业相当猖獗 州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丁佑利·Fuiting说 1亿美元的大麻支持资金当中 有2200万美元被分配给了洛杉矶 将帮助洛杉矶聘请专家和工作人员 以帮助合法企业取得成功 除了洛杉矶市 其他获得拨款的城市 包括长滩、旧金山、奥克兰、科莫斯、阿德兰托 和沙漠温泉市 这1亿美元中的部分资金用于像有色人种 拥有的大麻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 以上就是今天华人工商热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